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想吃一碗 简单暖心的白粥 只要能跟你一起 贫富贵贱都无所谓 你我分享 普通朋友啊 那你们也应该相互有好感吧 刚开始呢 是有点 但是后来发现 不行 马晓薇这一战我必须得赢 我就是出一点叉子 以后在分岐人面前 都不一定能抬得起头 他弟弟呢 那狗好丢了 狗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弟今天有个三长两短 跟你没转 你给我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女人敢甩我许家乐 要甩也是我甩你 我想跟你交往 你敢行吗 试用期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 如果发生任何事情 不予转正 明白 其实我现在吧 特别想让他成了个家 生个孩子 完成人生的大事 连一条狗都看不住 我的部门不需要 这么低能的员工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要开除我吗 这个部门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欣然 知道你没胃口 那你最喜欢喝的 方欣然对创业的时候很看重 你搞砸了他的选手 他当然不高兴了 你不要过分子怪他了 要不然这样 我把你调到别的部门去 离方欣然远一点 好不好 为什么 这是影像方欣然 妥协的结果吗 把我提出视频制作部 没有 这是我的意思 内部矛盾搞得这么难看 大家都不好看吧 不如先分开一点 彼此见不着我气都消一消吧 不 我不会换部门的 我要跟方欣然死磕 何必呢 他也不痛快 你也不开心啊 我不会当逃兵的 我以前在展大棚手下都没有死 方欣然 没那么可怕 好 怎么样 张总 对我们专利一家的全无软装披子 你很满意吧 气派 满意 好的 张总 那我先回去先 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给我们电话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 这么一桩还真不错 废话 这可是哥 花了大价钱给你们租下来的 你们 是咱呢 总之 每一寸土地 每一套家具 那都是咱们自己地 兄弟们 从今天开始 展家包品牌 就有了像样的根据地了 今后呢我们还要扩大规模 努力赚钱 努力工作 更上一层楼 展总 我还等着听你展望未来呢 结果还是这老词 一点创新都没有 去你的 去你的 我跟你说 去跟他们干活去 不肥油 温迪 晚上一块吃个饭呗 有什么正当理由吗 有什么正当理由吗 看到了吗 啊 投资人决定追加投资了 而且我们有了我们大本营 说 像一个理由 好吧 给你个得瑟的机会 那我再唱歌一起 没问题 没问题 六点半 黄港查三定件 啊 喂 谁啊 森巴 这是我 谁 我 我 我你都听不出来啦 好好想想啊 亲爱的 现在的诈骗集团可真行啊 男的女的一起骗 这回我终于遇到一个女骗子了 我是你宝贝 我还是你大爷 我是乔安娜 谁 乔安娜 你记不记得吗 你记得吗 我已经到机场了 来接我 你 你什么时候回国了 森巴 我就是专程回来找你的 还给你带了一个BX价格 一个朋友 那从美国刚回来 你去替我接趟飞机去 刚下飞机才打电话 女的 女的 长得怎么样 样子我记不清了 不过应该还不错 那我不去 我又不是认识她 她又不认识我 不去 倒到园子 喂 乔安娜 我还有点事这样子吧 你自己打个出租车 不 就要你接 你不来 我就在机场等到你来 等到死 死等 走 去哪儿啊 对不起 这车是我先叫的 有病啊 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我只是说我不自己去 你要去我就陪你玩一圈了 正好记得你的业余 反正在公司我要跟他们干活 我才渡了 能偷回来就偷回来 师傅 机场 好嘞 好嘞 这么多美女啊 到底哪个事啊 我哪知道啊 我也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恐怕也认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啊 那您喊嗓子得了 快点 别磨叹 好臭屁 好臭屁 别转了 想我呢 想吧 想吧 那是想了还是没想呀 想 说全了 想谁 想你啊 谁想我 我呀 问吧 你这是什么表情呀 不认识了 懂了 比以前更好 你 你是不是变胖了 讨厌死了 妈 我呢就是 就是 风雨了那么一丢丢 你眼睛那么尖干嘛呀 嗯 你好 美女 我叫袁宝 他朋友 傻哥 你好 哎 还有 我感觉你的身材 特别好 而且 我就喜欢你的肉 没胖子 妈 你的朋友真帅 走 谢谢 哎 美女 你俩在美国 怎么认识的啊 我跟朋友从奇卡古出发 开车走六十六号公路 一路向西 大概走走停停到玩了半个多月 终于到了Vegas 就在那儿 我碰到了从Los Angeles出发 去Vegas的SIMBA 从东边到西不 千里来相会啊 哎 你一个人去的渡城吧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 好玩是疯狂一把 但是 SIMBA落单啦 一个人闲逛 所以才能在威尼斯的船上碰见我 他跟我说 嘿 姑娘 拼船吗 我说 好啊 帅哥 还挺浪漫啊 喂 哎 哎呀 绝对有诚意 绝不迟到 放心 我也最讨厌那种迟到的人 那一会儿一见 小强 你也先送你 送你回酒店 我还有事呢 我不住宾馆 那你提前做好公寓了 我住他家 我家 这 这不合适吧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这次 是专程为了你回来的 我在深层 又不认识人 我只能不靠你了 为什么要回国 为什么呀 你说 咱 咱们一别都 几个月没联系了 今天晚上 我妈妈告诉你啊 我们好乎你了 带我去吃点好的呗 快 那正好啊 我们去黄港茶餐厅 我也饿了 咱们一块儿吧 好啊 好啊 我最喜欢吃茶餐厅了 好 来 晓晓 那个 我这要是见客户 你却不太合适 要不 见什么客户啊 你不是见Wendy吗 Wendy是谁啊 女孩吗 Wendy是她 别疯了 我闭嘴行啊 袁宝 你陪着她啊 她喜欢吃什么 你就点什么 好 你别走呀 你不陪我吃啊 有袁宝陪你呢 不会孤单 我一会儿就回来 不行 我跟她又不熟 最重要的是 没你我吃不下 别闹了 你看 你都这样了 可见食量并非一般 而且有我没我 照样吃得很嗨 讨厌不行 放心 我一会儿肯定回来 拦着她 别让她跟着我 坐下坐 你想点点什么 他们这儿那个奶茶 和那个蒸汁状奶 特别好喝 你想喝点什么呀 Whatever 啥意思啊 你 你讲中文好不好 那叉烧怎么样 喂 文迪 我到了 但是隔壁在装修呢 你听啊 听到了吗 特别吵 要不然咱们换另外一家吧 那一家 我没有听到的东西啊 你到了 对啊 没有在装修啊 没有啊 你在搞什么呀 那来的路上没看到啊 那我就是幻听了 幻听了 我这两天 脑子里边都是叮光叮光的 脑子是个好东西 要经常拿出来保养保养 谁真堵啊 别接养 她这两天被狗咬了 心情不好 吃饭的时候别找她啊 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她 我最近吃素 那我就放心了 诚哥 点菜 今天你说了算 看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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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行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眼睛眨呀眨的 还咬着嘴 有心事啊 我这不是今天约到你了 太兴奋了嘛 有点可疑啊 腿一直在抖 尿憋啦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我就是尿憋的 等你们等的呗 这样你继续点菜 我去趟洗手间啊 尿尿都能忘啊 不就是公司有办公室的吗 是不是这么嘚瑟呀 这哪里是兴奋 但是明明就是亢奋好了 那确实怪怪的啊 该不会是我来了 她不自在了吧 人家可是单独约你出来 你非得叫上我干什么 你们两个不是已经是恋爱了吗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刚才跟她说了 你跟我一块她特开心 不理她不理她 点菜吃 你去吧 我要喝鸡尾酒 要喝那种名字很好听 很好听 很好听 很好听的鸡尾酒 这个这个那个 这个这个 你坐下 他马上回来了 你坐下 你坐下呀 求求你了 好啦 你看拉了吗 你要去哪了 不是啊 你过来 你快坐下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能有多重要啊 这样 等吃完饭了之后 去你住宿我们再说啊 太棒了 你记得我在维尼斯人那儿 在维尼斯人那儿 这几个月呀 我每天晚上都能想起来 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那你记性可真好啊 你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都在我的心里 慢慢慢慢重新 真的啊 那我太高兴了 你一会儿一定要 一点一点地回忆给我听 有什么地方不准确的 我可不高兴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斯曼 我 动作突然间好疼啊 我去趟洗手间啊 你们先吃啊 好 好 好 等你 姐 我都等你好几个月了 你这地点几分钟了 我肚子突然间疼了 你们不是也饿了吗 不用等我啊 我没说完呢 打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你吃什么 反正我闷点了 美女点什么我都爱吃 你怎么上个厕所护士带喘呢 你脑袋汗 天儿太热了 小佳 我跟你说 我非常减大朋友 你会有壮的事情要跟你说哦 你怎么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 什么叫爷爷也呀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呀 没有啊 我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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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的是有点奇怪哦 先是耳朵换听 后是眼睛乱眨 现在又嘴巴口误 我可不是小事的人啊 哪有呢 酒来啦 这个酒啊 叫浪漫之吻 Franche Kiss 专门为你点的哟 Franche Kiss 这名字好啊 谢谢 这要不是酒 如果是真的Kiss 那就更好了 你整天脑子里面想什么呢 来 一起喝一个吧 来 有没有话要说呀 当然有了 温迪 你之前我说我要成为能配得上你的男人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到就一定做到 小子干的 吃饭 原来你在这儿是陪其他女孩呢 她怎么来了 兄弟尽力了 她真没想象中那么好狗 你们俩 谁是温迪 我是 怎么了 我不管你是她的谁 森巴今天晚上是要陪我的 我就必须把她带走 你有没有搞错啊 是她请我们来吃饭的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女孩谁呀 她 她是我美国偶然遇到的一个姑娘 对对对 是 偶然 我们之间真的只剩偶然吗 森巴 有什么话回去说行吗 什么情况啊 回去说 回去说 你们俩住一块了 不可能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说什么 什么叫咱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信吧 我对你太失望了 是因为这个女孩 所以你才对我撒谎的是吗 我觉得你这人真逗 人家都说跟你没关系了 为什么非要跟人家扯上关系呢 现在的女孩啊 怎么那么不自爱呢 可不吗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不自爱 你干什么呀 你有什么事啊 好啊 咱俩谁都没想好 我给你拼了 来啊 别闹了 这 怎么了 装上了是吧 美 美女 你 肚子 肚子疼 没有任何人碰你肚子啊 演着碰瓷了是吧 肚子疼 肚子疼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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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他 别碰他 快打120 我打电话 那姑娘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真的就是我在美国出去玩的时候 路上偶遇的一个姑娘 除了知道名字叫乔恩娜 然后呢 她从美国东海岸出来玩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实话 我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 是吧 这个我可以证明啊 你怎么证明啊 她跟我说的 一丘之合 我知道你们俩穿一条裤子 来 你约问你出来吃饭对吧 你怎么又找一个不明不白的姑娘 闹这么一出不伦不类的戏啊 你到底想干啥呀 我冤枉的 她的出现完全就在我的计划之外 那你计划是什么呀 那姑娘不坑不哈就从美国过来找你 事实就是这样 我完全不知道她来啊 她给我打电话 威胁我说 如果我不去接她的话 她就在机场坐等啊 这话你也信 你要在这儿等啊 那要是我不管的话 万一出点事呢 你说她一个女孩 我这不是也是好心吗 行行行行 你好好先生 你助人为乐 你连江西域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捡去吧 别别别 这姐姐祖宗 你去帮我跟她说一声呗 她现在根本就不听我的 自己挨的坑自己填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说说呗 大夫 她怎么样 刚才给她做了比较全面的检查 她只是右脚外扭伤 外加皮肤擦伤 那就是没大事呗 你看 太好了 没大事是没大事 只是你们的心也太大了吧 她的家属来了吗 没有 我们 我们就是做好事 跟她不熟 现在跟她不熟 医生 那姑娘的家人不在深层 有什么话跟我们说吧 这样啊 那姑娘她怀孕了 医生 你是太逗了 这摔了医生 摔出个孩子来 谁信啊 这样看来 你们居然都不知道 多危险啊 刚才要是摔得再狠一点 孩子恐怕就保不住了 你们俩 谁是孩子的爸爸 我不是啊 温婷 温婷 跟我没关系 我发誓 你在骗鬼吗 真的 我跟她快半年没见了 怎么可能有个孩子呢 真吧 你今天来啊 就是高水晶给你一起的 你就是孩子的爸爸 谁是孩子他爸爸 我快跟你半年没见了 我怎么可能有个孩子呢 这姑娘怀孕十八周了 四个多月 时间能对上 大夫 你不用这么专业吧 你还嫌我死了不透啊 大夫 你没事 你别怀怀了 你还嫌我死了 你在美国有女朋友啊 不不不 不 我不是她女朋友 婷婷 婷婷 她 她说她不是我女朋友吧 谢奖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但是呀 我们在美国结婚了 温婷 温婷 你让开心 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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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温婷 温婷 你听我解释 你别听她的 她都胡说八道的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结婚 你听我说呀 温婷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啊 她是我什么人 我干嘛为她生气 可笑 听见你的语气 出卖了自己吧 好吧 我承认我确实挺生气的 非常生气 我才刚刚同意 跟她试着在一起交往 对那啥小就那么 一点点点的好感 她给我搞成那么何仙的事了 这展昭也太不争气了 肇事逃逸 十二分全口 又要重新培养感情了 不过温婷 我觉得你先别生气 说不定是个误会呢 误会 这种事也有误会的吗 走了 干啥去 吃饭去呀 她不要脸 咱俩一块饿着呀 那么快 其实吧 我是这么想的 虽然我对展昭这小子吧 不是特别了解 也没有格外的好感 但我所觉得这种事情 发生在她的身上 太不可思议了 你看她那个长相 她不像这么随便的人啊 你真的应该好好 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再说 别生气 如果那妞说的是真的 那展昭活不下去了 让我不爽的人 我要让她陪着我不爽 我会看她比我更不爽的 你怎么这么早又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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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展昭和乔安娜的事啊 我觉得你说得对 这件事得马上搞清楚 你不用去医院吧 看来 你对展昭是真的伤心了 她要是骗我 杀子挂子都不会过我 我马上换衣服 陪我去医院 亲爱的 对不起啊 我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得去办 我一个同学啊 她是个宠物专家 她跟我说了一个办法 我今天必须要去找 那个马晓薇的狗 那狗比我重要吗 不不 不是 那狗当然没你重要了 不对不对 你跟狗没有可比性 你怎么能这么问我呢 你在我心里是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可是她跟我说了 说那个找宠物的黄金时机 是四十八小时 你知道吗 现在离四十八小时 就只有几个小时了 我必须要赶紧去 找到那条狗堵住方秦燃的嘴 我等我找到狗 我再回来陪你好吗 对不起亲爱的 对不起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战彦 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 那天我喝多了 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那是相当的模糊 喝多了是吧 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做多了大动作 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了是吧 我懂 我懂 我也是男人 男人懂男人 你看 还是展爷懂我吧 呸 我都喝了一辈子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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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喝完酒是什么样啊 男人喝点酒 完了就酒壮松人胆 就干缺德事 干完缺德事呢 就是喝多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模糊了 蒙谁呢 蒙谁呢 我跟你说就你这招 展爷年轻的叔叔都玩剩下的 有没有新鲜的 与时俱进一点的呢 我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斯巴 你要是忘了 我可以提醒你啊 你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小动作 我都记得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你当时的 每一个丑陋的表情和动作 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求你了别说了行吗 我都说了那天我喝断片了 谁知道他是不是给咱们在编故事 我跟咱们在编故事 斯巴 你 我 在我印象里 你是一个有阳光笑容的 偏偏少年 可是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斯巴 你 爸 爸 他也是你爸 我都听说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怎么惊动你啊 谁告诉你的呀 你别看我啊 我不会打小报告的 他就是唱歌 这么多事 这么老的事 你让别人告诉我 我还是你爸吗 跪边去 这位姑娘 你就是那个乔 展叔叔 你好 我叫Joanna 你可以叫我小乔 那个 这儿是你孙子 我从孙子 这都什么给什么呀 我 我都冤枉死了 她的肚子跟我没关系 叔叔 你看 结婚证 没关系这是什么 没关系人家姑娘挺着肚子 大老远地来找你啊 我 我这儿不是正过堂了吗 他在那个美国那什么 拉斯什么姜姆斯 拉斯维加斯展颜 对对 拉斯维加斯 晚上在那个酒吧喝酒 喝多了 晚上你就上了 你说 我 我说这儿 我我我都不好意思 说我真都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天 我们一起回威尼斯酒店 我的房间 然后我们就一块儿看片 最后 就不记得了 这大半夜你回房间看什么片啊 这要么我也不敢记得呀 你不说话 谁能说他呀 不用记得 肚子都搞大了呀 你小的是不是想抵赖 你还是不是老爷们 是老爷们 你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没做过 我不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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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照片 我看看 你要干什么 你想啥是不是 没门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干的好事 还在这儿装傻充弄是不是 你们是我亲爸爸 亲爷爷妈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信我呢 你那时候比现在瘦了是吧 这胖点也挺好看的 爷爷 我跟你说 我就是那个脸小 然后呢胖身子不胖脸 是吧 他爸爸就不行了 吃点东西就长脸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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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说这个事的时候吗 有没有正事啊 怎么没正事啊 有没有正事 说别人干什么 要说说你 来来来 走 这个结婚证是怎么回事的 你给我讲清楚 再给我招一遍 我给你招什么呀我 让我回一回回一回 你看看 看着要看着你发信息了吧 肯定有事 展爷 这事我知道 我帮他回一回一啊 爸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看这照片 还挺好看的 你别看了 你别看 好玩了 好玩了 太坏了 今天不少订单啊 接还是不接 拿什么接 你告诉我拿什么接 展颜现在肯定没心情 你看我说吧 我早就说过 让展颜队多培养几个兄弟 一起干 大干快上 你看现在 傻眼了吧 别废话行吗 前几天挣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呀 去 下去告诉他们 把所有订单都给我取消了 如果有意见的话 双倍都退款 你孩儿他娘 那个叫乔阿娜的姑娘 你打算怎么办 不认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跟我实话实说 你跟那姑娘 想什么呢你 你看 还是不理直戏窗 完了 这姑娘吃定了吗 这姑娘吃 文迪 接啊 你再解释一下 不解释更显得你心虚 我觉得还是 等他怒火消了我再接吧 你真是个怒火 night 好吃吗 小吰 你看 你真好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Ник 同学啊 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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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乔 你过几天就该回美国了吧 你家人还在美国吧 你一个人回来 你家人不着急啊 我跟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 别说没感情 毕竟是亲生父母 家人啊 永远都是爱你的 说来说去 一家人在一起 还是比较好的 不 我决定好了 我以后跟孩子 就跟你生活在一起了 你看啊 小乔 你说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有大把的好时光等着你呢 你这么年轻 要有个孩子 你生命里最灿烂的青春时代 就彻底结束了 你知道你会变成什么吗 变成一个整天忙碌的奶妈 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 不能化妆了吧 不能穿性感衣服了 没有聚会 没有约会 没有自由 这生活你愿意过吗 你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别要了 你 你让我把孩子打了 不行 你怎么能那么想啊 你哭什么呀 孩子 孩子 孩子咱不哭啊 是不是这小子又让你生气了 你忍孕妇哭干什么呀 叔叔 我不能把孩子打了 他都已经四个月了 你少说两句吧你 我什么都没说啊 我都是为了他好 你小子别是阴障啊 有点人形象吧 你少说两句吧 你说生孩子这么严重的事情 大家一个小女孩 根本就没想清楚了嘛 我想清楚了 既然她来了 那就是上天的礼物 我要当妈妈 当什么妈妈呀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们老展家的种 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你别耽误我传宗接代 爸什么传宗接代 还得别哭啊 过来 怎么别哭啊 过来 走 走 走 爸 你 爸 你会放手 这么多人看着呢 放手 放手 你说我才认识他一个晚上评审吗 儿子啊 做人不能太自私 我自私 你们才自私呢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没有吧 你抓着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今天要是做不通你的工作 你哪儿也别想去 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为什么非得生下来 什么叫来路不明啊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别玷污人家那个姑娘 你老糊涂了 你说 我 你怎么不帮着我 帮着外人呢 我怎么帮外人呢 我这就是在帮你 我知道你害怕了 有什么可怕的呀 不就是认一个孩子吗 人家没让你负法律责任 只是让你认一下 你就认呗 多好啊 我这年纪轻轻的 我就当爷爷了